丁林尔紧张地捏了一下掌心 祈祷道 但愿如此吧 哼 整日就会投机取巧 油嘴滑舌 心浮气躁之人 哪有半点胜算 身后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高寒 不可这么说 数据还没比呢 言之胜负 天罩子的声音响起 袁高寒脸色阴沉 闷哼道 师尊 可是在顾清清开设的赌局上 你把全部身家都压了爱影啊 剧烈的咳嗽声响起 天罩子尴尬的一手眼面 怒斥道 你懂什么 我虽然把全部财产都压了爱影 但我在精神上 是全力支持李云霄的 李云霄 必胜 他右手握拳 高举了起来 满是坚定的信心 天罩子恢复了端庄的神态 捋着胡须说道 我们先去那数决之地了 穆家的机关神通 果然了得 这般灰红的建筑 如此精简地就完成了 第一座移动城堡 静静地悬浮在延武城外 远远望去 像是拱卫着城池 丁灵而道 待今日数决结束后 这城池便会送往红月城 用来作为监控裂缝的阵地 上面有大量的机关傀儡和阵法 怕是当时除了通天岛外 最复杂的傀儡了 天罩子道 此城可有名字 丁灵而脸颊微微红 似乎颇为尴尬 轻声续语道 此城的名为大黑妞 啊 啥 三个人都是一愣 感觉自己听错了 丁灵而也觉得发炯 手心渗出汗来 解释道 云霄大哥闭关之前 曾言当初在天水国的时候 第一柄宝剑名为黑妞 在这第一座移动堡垒县城后 就取名叫做大黑妞 袁高涵愤怒道 我一听这名字 就知道肯定是那次去的 这是对建造出如此宏伟傀儡的树炼师的极大侮辱 哎 沐昕和穆庄大人同意吗 天赵子问道 丁灵二说道 沐家之人是没有意见的 都说名字取得好 袁高涵和天赵子咳嗽了两声 他们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天意破晓 我现在万分期待 比试的开始呢 天赵子双眼放出光来 仿佛看到了什么精彩的东西 兴奋不已 袁高涵闷声说道 师尊是期待那赌局吧 因为师尊的下注 现在满城之人 基本上都压爱影了 天赵子脸孔一板 呵斥道 赌局 这是神外之物 数觉 可是关系着我族尊严 精神上的支持 才是最大的支持 时候不早了 我们先去大黑妞上等吧 两个人化作一道顿光 如长虹般 往那大黑妞击手而去 在两人离开后的片刻 城内开始不断有光芒飞起 方向都是那大黑妞 丁灵尔望着不断破晓的阎武城 在眼中变得光亮和清晰起来 冲天而起的顿光也急剧增加 谁也不想错过这场惊世之战 天赵子大人 是见过爱先生炼制的 连他也 丁灵尔不断担心起来 那个老头能有什么见识 去轰言不悦 冷横道 当年便是一只缩头乌龟 不敢正面迎战爱 让飞扬顶了出去 所以他的话不足为信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胆小鬼 这次让他输得倾家荡产 灵尔妹子 你手中掌控的资源也不少吧 丁灵尔道 姐姐此言何意 屈红颜嘴角扬起微笑 残忍地说道 全部压住飞扬影 让座庄的顾清清 和这些赌飞扬输的人 全部倾家荡产 啊 丁灵尔吃了一惊 言嘴道 可万一要是我们输了呢 屈红颜一下望着他 深深地说道 你也认为飞扬会输 我 丁灵尔一下愣住了 随即有些懊悔自己所言 王说道 我明白 云霄大哥一定会赢的 即便是用生命去支持他 我也在所不惜 更何况只是一些钱财 根本只是云烟 屈红颜笑道 放心吧 他一定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的 丁灵尔重重地点头 心中的郁姐一下就解开了 再也没有半点担心 他突然发现 屈红颜也好 骆云长也好 还是水仙飞泥也好 对李云霄都有一种极强的信任感 即便这种信任感的基础并不牢靠 而他在商会摸爬滚打多年 具有更强的理智意识 对事情总会分析成功率 这点在事业上帮他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此刻认知到这点 却让他有些自残行贿起来 我们也走吧 先去找个好位置 待会儿大黑妞上人太多就拥挤了 而且也可以帮着维护一下秩序 屈红颜说完 两人也化作顿光而去 大黑妞上已经聚集了上千人 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笑着 在一处角落上大批的人聚拢 正是顾清清开的赌局 热闹非凡 城中每隔百丈都有一座镇塔 即便被魔族攻破整体防御 镇塔也能发挥出极强的攻防作用 而且城中道路纵横交错 也是蕴含了某种规则之力 对魔族之人有一定压制 顾清清大人 你这样可有考虑影响 两道顿光一下飞落在那赌场前 丁灵尔没好气地说道 屈红颜也是冷冷地站在一旁 影响 顾清清白了他一眼 我只知道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要下注就赶紧 不下注就滚蛋 他低着头不断地记录着各种注码 忙得不可开交 并且满面红光根本没功夫理会 屈红颜气节 顾清清大人 你身为神肖宫的先辈 神肖宫一向以匡扶正当为己任 坚守我族利益 你这样大张旗鼓地开赌 而且我看压的全是爱影 这样多影响士气 顾清清叫道 干嘛不能压爱影 难道只能压李云霄 那还有公平性可言吗 而且爱先生还是我的恩人呢 我就喜欢压他影 是啊 为什么不能压爱 我就看爱先生必胜 对对对 就连天赵子大师都把全部身家压在爱先生身上了 真的 你不早说 我再加码三倍 人群当中熙熙攘攘 都挤着抢压爱圣 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 挤成一团了不亦乐乎 丁灵儿郁闷之下 趴地将一枚令牌压在桌上 大声说道 严武城商会 所有的资产 全部压云霄大哥上 在瞬间的极致宁静后 哗的一声 整个赌场都爆了 我 我没听错吧 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交头兼儿起来 严武城商会 现在是天下第一大商会 资产之雄厚不可计数 顾清清也是呆之主了 正正地说道 你是认真的 丁灵儿点了点头 当然 若是你赢了 延武城商会 就全是你的了 若是你输了 我看你怎么赔 顾清清一下眯起了眼睛 轻声笑道 小妮子 你想下本姑娘 我告诉你吧 李云霄是输定了 你就等着商会归我吧 他一下将令牌抓了起来 喝道 买定离手 慢点 丁灵儿沉声一喝 若是我输了 我赔得起 大不了 整个商会都没了 但要是你输了 你拿什么来赔 顾清清冷笑道 我不会输 曲红颜道 大人 你这是在耍无赖吗 大家都看着你呢 这个盘子你根本接不下 却要应接 明显是做好了耍赖的准备 顾清清 摊开双手来 看来你们也是有备而来 说吧 要我拿什么做赌注 你们不会是 要让我当李云霄的媳妇吧 哈哈哈哈 四周全是爆笑 炸了锅似的 丁灵儿脸颊羞红 称怒道 若是你输了 便要一辈子听令于我 笑声戛然而止 因为这个赌注 实在是太大了 顾清清也是冷冷地看着他 讥讽道 区区一个商会 就想敌我一辈子 丁灵儿争风相对 冷笑道 你不是说 不会输吗 顾清清道 不会输 不代表你能占便宜 丁灵儿急红了脸 咬牙道 若是我输了 不仅商会是你的 我也一辈子听令于你 灵儿 屈红颜急切地叫道 丁灵儿却似乎铁了心 盯着顾清清说道 你 敢不敢读 顾清清摇了摇手指 轻笑道 你的一辈子 可没有我的值钱 丁灵儿怀疑了 丁灵儿怒道 那你想如何赌 顾清清道 你的一辈子在我眼里虽然不值钱 但在李云霄的眼中可是宝呢 这个增值度是非常大的 他伸出十分之一辈子 一年 你的一辈子 再加上商会只能换我一年 愿赌的话就下注吧 好 一年就一年 丁灵儿咬牙当即答应了下来 顾红颜大吉 扯着他说道 灵儿 你太胡闹了 怎么能跟这种疯子玩 丁灵儿望着他 姐姐 你告诉我要对云霄大哥有信心 怎么你自己反倒不自信了 曲红颜愣了一下 随即冷静了下来 点头道 你说得对 我们赢定了的 没什么可担心的